我想呈现一道 曾经我比赛有拿过奖的菜 香煎牛扒拌面 其实我做小贩初期生意不是很好 然后就请教了我一个师父 我但是跟他说失败不怕跌倒 最怕你失败以后不敢再往前再走 每样东西主要就是要用心去做 用心去做的菜才是一个爱心的菜 好 来 创意料理的环节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在你的旁边有很多很多的食材 任你挑选 可以 好不好 来 OK 应该是好了 Confirm了哈 Confirm Confirm 你这一次都不愿意帮我抱住 OK 你会晒到我很怕 你真的把他当Plippinomate 对啊 不会 OK 好了 准备好大选伸手了 准备 来来看一下啊 虾 肉碎 黄瓜 葱 还有这个面 还有那个小番茄 这个是什么 鱼 Confirm Let's go 走 OK Vender今天给我们做什么菜 今天我会做虾球 虾 虾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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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没有创意的一个名字 喂 对啦 为什么是 为什么要下球 不是肉球 不是什么叉烧球之类的 因为以前我很小时候 我大概是八岁到十岁 我每个礼拜 我会去我的阿公家那边煮 每个拜六礼拜 我阿公阿嬷会带我去那个Hockey Center去吃排骨虾面 因为我阿公阿嬷他们也是喜欢吃排骨虾面 每次都我吃这个排骨虾面 我会想到我的阿公 因为他去吃很久了 那为什么今天不是做排骨虾面呢 真正做排骨虾面啊 需要很多时间 所以你是把懒惰给我们就对了 我还以为他要讲说 因为今天我们去巴沙买不到排骨 所以我们做虾球面 虾的处理方式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 要看他用什么样的东西去腌制 西森林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个虾球面 就要把他全部弄成泥 然后把他里面的东西处理掉 而且你看他就是要这样子 就手工的把这个虾给弄成一坨这样子 旁边那位帮手 他是在帮那只虾做pedicure medicure吗 去大便啊 Brander 你在就是经营小贩这几年 有没有你最低潮的时候 有时候有啊 有时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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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没有 你跟我讲 那个时候我有 发现我有一个病啊 什么病 什么病 后面我的头 我的脑的边有一个 它是那种水 Water bubble那种 啊 然后我离开 我离开那个当口 大概是一年多 是身在哪里 那个身在我的脑后面 脑后面 OK 来一个 一个 谁懂啊 多久前 那个应该是有 两年 两年前吧 两年前 三年前吧 其实我之前我就认识然的啦 啊 他这个病情的时候 我也 所以你就是他的那个 你就是你本身 确诊的那个医生啊 不是啦 如果确诊的话 他现在不在这边了 所以你们认识很久了 刚好就是 大概啦 因为他刚刚进来 这一场营业 啊 我有 帮助他们一点 好像 给他们一点的爱想 哦 这样也是一点点的贵人 有给他们一些建议 一些建议啦 但我跟你讲 有时候这种健康的东西 是很难料到的啦 是 我们也不知道说 几时我们的这个健康 会出一些小毛病 或什么 只要最重要就是 你看他现在健康了 又好回了 就是一直都在努力啊 这个就是他做小贩的一个精神 我觉得那在那一段时候 你觉得就是 难挨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走过来 现在是有时候啊 我做 我做 那些我做 八九个钟头啊 我会开始 觉得有一点累了 在那一段时期 谁帮助了你最多 我的伙伴的partner 还有我的家庭 他们一直鼓励我 他一直跟我讲 不要放弃 我们 我们就是 慢慢做 我看也应该是时候了 对不对 把partner的 女朋友请出来 不是 把partner 把partner给请出来 把partner给请出来 来来来来 欢迎我们的partner 我们的Kai 诶 诶 好面熟诶 诶 你是Malvin的弟弟是吗 哈哈 跟怎么长一样的 所以你才是他的partner 诶 诶我们怎么称呼你贵人 我的名字叫Kai Kai 开心了看见你们 对 诶 你好你好你好 创业的路上啊 你是怎么样扶持Randal 因为Randal没有做过生意 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生意 所以可能很多东西他不是说很了解 嗯嗯 烹饪方面他也是不大会 我不是说 我本身以前是 所以你本身是比较厉害的那个 呃 不是有比较厉害 是比较有经验啦 所以你现在 没有你现在嚣张什么 喂 刀就在他那边啊 你小心一点 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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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 所以以前我有做麦当劳KFC这些嘛 年轻的时候 做快餐点 所以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经验浪烹饪 所以我会跟他讲 一些东西怎样做 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东西 什么步骤这样 对 要有安排 不然东西会变得很乱 OK 所以还有可能是起初的时候 生意刚刚开始嘛 所以生意很差 时间又长 所以很容易气雷啦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一下 以前做的生意可能是要 You know It takes time Fall it to blossom 所以就不停地跟他讲 慢工粗细活啦 不要赶啦 不要急啦 对对对对 Malvin哥是我们之前最早认识的 因为他看到我们开档口 在Face我们房子 然后他很乐意 而且很Help 每次会过来 介绍我们购买 买比较便宜的东西 或者跟我们建议 东西要怎样做 他不在档口的那一年多 你一个人 你怎么样熬过来 偷偷上个月是很辛苦 是因为真的是一个人 早上很早起来 晚上很迟回 自己一个人几乎做到完 OK 到了上个月后 有请到一些比较可靠的同事们 东西就比较好 也有拍一些video给他看 东西进行得很好 给他放心的去疗养 给他放心的去疗养 那个也是 那个也是他要快点好起来的 一个动力这样子 对 那你从以前跟他一起干夜店 到现在 对 他有什么样的成长 之前会比较随便没有规律 没有规划 现在就比较 现在会有比较规划 现在比较有规律 比较有条有理 现在 现在比较成熟 长大了 会自己讲 比较有目标 所以 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这位贵人说的 真的 谢谢你 对 对 难兄难弟 是是是 互相扶持嘛 对不对 有一天你去看医生我也会扶持你 不是 不是 亂讲话 有一天你走了 有空没有空住 看医生啊 不然就轮走了 这样子 好啦 当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贵人 谢谢Kai 谢谢 继续加油好不好 继续加油 旁边休息一下 我们先看看他这个虾球弄的怎么样 来来来 我看这个虾球应该弄的差不多了 我还是不是很一个expert啦 我是尽量的 不要这样子夹 如果做好 以后我的家庭我可以煮给他们睡 你做的 对啊 我觉得厨师很厉害的一点是 你只要做得开心 时刻就吃得开心 对 他要热锅下虾球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过去看看曹勇那边的机构 好 好不好 过去看曹勇那边 曹勇很大大 但是料少少 另外一个更厉害 他用这个小小的碗 然后塞满满的 给你看起来很饱的感觉 他在煮的时候 那个酱料的味道 就已经上发出来了 meport做得很好啦 因为原来他是 专门卖meport也是 所以我对他的meport 是有一定的那个信心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